好 所以呢我就先把 J對W做微分 做微分之後呢 對W做微分 對這個做微分 是不是就變成 不知道怎麼寫 寫到這裡齁 %J %W 所以就剩下W 對不對 因為這就是做微分嘛 現在W而已 然後減掉 這邊有W 那其他都沒有W 所以這個微分是0 這個微分也是0 所以就剩下這一串 所以剪掉 SIMENTION α I Y 對W做微分了 所以剩下XI 看不懂就問喔 OK喔 OK喔 好 那這個等於0 每次就可以得到 W跟α的關係是 W就會等於SIMENTION αI YI XI 對不對 所以就是得到這個關係 可以 這個微分可以喔 一定可以喔 好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變數B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把 J 再對B做微分 我希望能夠得到 α的關係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對B做微分看看 對B做微分 這個等於0 沒有 他沒有B 這個也等於0 他沒有B 這個也等於0 他沒有B 所以是不是剩下這一串等於0 對不對 所以對B做微分之後 剩下SIMENTION αI YI B 對不對 但是對B做微分 所以B是1 對B做微分 所以沒有這個B喔 對B做微分 所以是1 所以剩下這個等於0 對不對 所以得到這個等於0 糟糕了 我W跟α的關係是有 那我B跟α的關係是呢 得不到對不對 好 那得不到怎麼辦 沒關係 我先整理一下看看 看看整理完之後 如果那個B會消掉 就得沒有用了 一樣可以求對不對 如果那個B不能消掉 那我們再來想辦法做 好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得到這個 W跟α之間的關係式 我就把它帶到裡面去 我就把它帶到裡面去 好 所以呢 喔 好 那我們先看這個 好 那我們這個呢 還是在原來的空間做 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邊還是用到XI 那如果呢 我要改成到FeatureSpace上面做 很簡單 我只要把這個 XI改成 ByXI 所以就跑到FeatureSpace上面去了 所以就等於送到另外一個空間 上面去了 那其他的地方都沒有變喔 是不是都一模一樣 只是說這個W呢 會變成是在FeatureSpace上面的W 這個B呢 會變成在FeatureSpace上面的B 其他都一模一樣 好 所以呢 我們這邊也是 稍微把它改一下而已 把這裡改成By 其他都沒有變 其他都沒有變 所以我們也可以得到 喔 我們的W跟α之間的關係是 就是長這樣 αIYIXI 對不對 那前面多加一個By 因為這是FeatureSpace上面的 那我對B做微分之後 雖然找不到B跟α的關係是 但是我找到這個可能 劝了 αI乘上YI一定要等一邊 好 那我們先來算算看 我們先要把它帶進來裡面 那帶進來這裡面的話呢 我們有幾個要算 這個要算對不對 要算一下這一個 還有哪一個要算 這個要算對不對 要算一下這一個 因為這個 我們現在只知道W跟α有關嘛 所以你要把W帶進來嘛對不對 欸 我們原則上這個B呢 也要把它變成跟α有關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至少這個也要算來看 那這樣就全部都變成跟α有關了 那就變成只跟α有關的 然後我們來求α的極大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那一個 方形的極大值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們要先算一下 W Transports成為W 那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得到W會等於什麼 會等於 CimensionαI 這蠻好背的齁 YI 本來是XI嘛 但是因為我們送到FeatureSpace 所以就5XI 所以我們就把它帶進來 W轉字 所以就把它轉字 所以這邊多了一個轉字喔 乘上自己 乘上自己之後呢 把它乘開 就會變成αI αJ YI YJ 好多長長 然後PhiXI的轉字 跟PhiSJ的內積 那我們一開始複習的時候 有講到這個內積呢 我們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KernoFunction來算對不對 所以這個已經把它全部都改成跟 Alpha有關了 已經跟W無關了對不對 我們就全部都換成跟Alpha五關喔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式子啊 還有哪裡 還有這裡啊 WTransportsPhiXI 這個式子我也要知道啊 所以我要再算一次 WTransportsPhiXI 那它的轉字呢 一樣 這邊就有一個轉字對不對 然後 一樣乘上PhiXI 那這一樣是內積嘛 這兩個一樣是內積 所以一樣可以得到 KappaXI跟AXJ 所以我們就得到 哦 原來我可以把W全部都換成Alpha 那B怎麼辦 可以帶進去看看喔 我要的是這個對不對 我記得我上次講的時候 這邊有打錯 但是我這次檢查又沒有錯 所以要再檢查一下 等一下幫我檢查一下 WAlpha 是不是長成像這樣對不對 那我剛剛這個已經算完了喔 這個我也算完了喔 所以等一下就把它帶進來就好 好 那我再把它先把它拆解一下 這可以拆解成什麼 AlphaI YI WTransportsPhiXI 放在前面 減掉什麼 減掉 這邊都有一個B可以提出來 Simension AlphaI YI對不對 所以這邊 還有這一項 最後這邊減掉E 減掉E呢 這個沉進來 所以變成加上 Simension I 可以從E到L的AlphaI 全部加起來 好 那這項我已經有了喔 欸這個我也有了喔 現在比較麻煩是這個B咧 這個B怎麼辦 那這個B怎麼辦 沒有辦法換成Alpha 就沒辦法做了 但是不要忘記 後面這個等於0 你就複線 對這個等於0 對B為分之後 AphaIYI等於0 加起來等於0 所以這一項等於0 所以B就不見了 所以剛好B不見了 消掉了 好 不見了之後呢 接下來我就把我剛剛得到的 WTransportsW帶進來 AlphaI AlphaJYIYJ Kernel 對不對很好記 然後呢 這一個呢 我也把它帶進來 這一個呢 也是AlphaIYJ Kernel 對不對 蠻好記的 帶進來 帶進來之後發現 這兩下進來一樣 這兩下竟然又一樣 這兩下竟然又一樣 然後呢 再加上一個 AlphaIYI 那我再把它展開 再把它移向 這個搬到前面去 然後加1分之1 減掉1 所以變成-1分之1 對不對 來看一下這個喔 這個是一個2次4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看它是一個2次4 好我們直接往下看好了 所以我們最後變成跟Alpha有關 這就是我們的Alpha 欸 所以我們已經把W跟Alpha之間的關係是寫出來囉 寫出來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想辦法找它的極大值 對不對 那找它的極大值 你要先確定它有極大值 才一定有Close Form 不是Close Form 一定可以找到極大值 它沒有Close Form 它才可以一定保證可以找到極大值 所以我們的問題變成要解帳的問題 W的Alpha 合起來 對不對 夾起來 但是不要忘記我們剛剛有兩個Constrance 對不對 跟這個什麼AlphaI要大於等於0 一個是Nagrange Multiplier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如果這個呢 是一個開口向下的拋物線 那開口向下的拋物線呢 那開口向下的拋物線呢 不管你怎麼設Constrance 它一定都有極大值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保持它是一個開口向下的拋物線 它是一個Convase的函數 那我怎麼 我要看看它是不是一個Cosetic的函數 是不是一個二次式 那是一個二次式 怎麼看 首先I從1到LAlphaI 是不是可以變成111AlphaE到AlphaL 1M,0 1M,0 2M,0 3M,0 2M,0